幾年前我參與了一場話劇的演出 主角是《請上一隻豬》 他在日劇時代將他的醫療專業奉獻給泰雅族的原住民 那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其實有人問我們說 為什麼這一段路這麼困難 可是我們還是堅持下去 其實一句話就是將心比心 離山當地的居民 不管是生活物資還是醫療的資源 出入這麼的不方便 需要幫忙的地方 所以也是更堅信的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給你看看 阿嬤 看來你這裡有好事 對啊 你十幾歲了 喔 手都不穩 兩天我會來就不 我只會疼這個藥 疼藥喔 有啦 這是 來 我們坐下來 謝謝 當地的居民屬於痠痛疾病 還有慢性疾病的危多 他們很想要尋求的 就是缺乏了中醫的這一塊的幫忙 所以才會早上台中職願中醫部一起上去 謝謝中醫將於星期四下午一點半 在屋山 鼻掌問同事 開展 不參加憲法的人 賣一張便宜來看喔 喔 其實有每天的年齡 開始到現在喔 我們到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年了 那其實這是一個團隊的成果 其實每兩個禮拜一次 一年大概有五十幾次 包含了三位中醫部的醫師 那我們當初想說 如果我們只是 偶爾去醫診一下的話 那那樣子的效果是不是 關懷的層面比較高 那實際進行醫療的這個部分的 意義就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才會規劃一個長期的 甚至兩個禮拜就去一次 那我們利用我們醫院的電腦系統 我們可以幫他建立完整的病例 然後也完整的追蹤 然後也給予幾乎是跟我們 本院相同等級的 那個中醫的中藥啊 拯救啊 推拿相同的服務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台灣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我們已經進入了 健保這麼普遍的時代 我們還是發現 有些地方 他的醫療還是缺乏的 同樣成果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台中慈悅總是在想說 我們能夠為這塊土地 還能做些什麼 中醫的概念不是只是 你有病的時候 來治病就好了 其實更重要的是 要一個預防醫學的概念 我們一直很努力的 想要傳達給當地居民 就是更多的 預防保健的一些關係 然後盡量能夠多愛護自己身體 同樣的 也要用同樣的心 不只是看待自己的身體 要環保的概念 對這塊土地 也要更友善的去看待它 包含我們跟 對這土地的利用 還有對土地所滋養出來的東西 我們如何去善用這樣的資源 我想這就是我們中醫 進去離山 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跟我們想傳達的事情 為何會想傳達的 多可不喜歡 作詞 選人 全市 選人 水 進去 感谢观看